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再为大家奉献两款非常OK的VPN 速度非常的快 在高峰期的时候 像现在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它速度可以去到 2万多开3万多开每秒 也就是每秒20多兆30多兆的一个速度 非常的nice 重点是免费 重点是免费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这两款VPN 一款是迪拜国王VPN 一款是小炮VPN OK我们用这样一个雷电模拟器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OK我们先看看这个小炮VPN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两款VPN都是非常的轻量级的 占用内存都非常的少 它的文件大小都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使用也非常简单 到这个界面以后 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边一些设定 免责声明 制定软件代理 什么东西的我们不管他不管他这个是首页 OK 这个是回报 你回报不知道是回报什么东西 可能是报告错误还是什么东西的 这边有个加速 OK不管他 我们直接点这个地方 他自动选择推荐 他目前的 有三个节点 大家看了有这三个节点 OK三个节点 那我们随便自动选择最快的就行了 我们点这个地方 点击越过 我们点一下 OK现在跳出了一个广告 我们把它关掉 好了 现在是已经成功的 这个上来了 这个在这边夸站 夸站 数大拇指 OK 好的 我们来到首页 我们打开浏览去 我们还是以这个 YouTube为例 来测一下它的速度 把它放大一点 OK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 看一下 这边有个广告 OK 大家看成功的开始播放了 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的一个情况 目前是U080的 U080P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去到哪里 OK 目前的速度去到19,000 一打开就是19,000 现在是27,000 现在27,000 大家看到目前是晚高峰 晚上的8点52 OK OK 我们快进一下 没有任何的压力 快进一下就过来了 感觉的非常的流畅 现在是29,900 差不多3万开 OK OK 我们把它的这个分辨率调高一点 看看 调高一点 给它弄到2160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速度去到3万5 3万8 4万5 4万3 5万8 那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 非常的惊人 在高峰期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这么高的速度 确实是非常的惊人 它现在速度很快 4万6 但是它现在经常不是很顺畅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给它降低一点这个分辨率看看 现在速度去到5万4 5万9 6万 6万5 还在场上涨 7万 7万2 这个速度真的是不得了 我们再快进一下 这个快进没有任何压力 现在是7万多 OK稳定的6万到7万之间 刚才是去到7万5都有了 现在是6万6万5 OK 我们给它再快进一下看看 OK快进没什么压力 没什么压力 还是6万多的速度 还是6万多 对于一款免费的VPN来讲的话 虽然它的漩度不多 只有三个三条线路 但是随便连一条的话 大家看到现在是5万多 刚才6万多 7万多 对吧 现在是网购峰起 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OK 我们看下一款 我们关掉 关掉 下一款 下一款是迪拜国王 Dubai King VPN OK 我们同样的点击打开它 OK 这面打开的话 也是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简洁 这边一个start按钮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一些服务器 我们点开看一下都有哪些 OK 大家看到这些 美国的 新加坡的 德国的 日本的 OK 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 包括英国 冰岛 俄罗斯等等 我们随便找一个连一下 把打比方连这一个俄罗斯的看看 然后速度很快 现在是connected 已经连上了 已经连上了 OK 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同样的 我们打开浏览器 也是在这样一个搜索栏 我们还是用youtube来试一下 我们还是用这个来测一下它的速度 OK 顺利打开 这个速度 大家看我加载的速度 应该都是非常OK的了 非常OK的了 OK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视频看一下 这边有个广告 OK 成功的打开 哇 这个很清晰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 现在是自动U080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OK 目前的速度是15000 13000 15000 我们快进一下看看啊 快进一下 OK 快进没什么压力啊 没什么压力 这个速度呢 不是很稳定啊 现在去到11000了 现在往高峰的时候呢 11000其实也蛮快的了 我们给它再快进一下 OK 快进是秒秒出啊 加载 非常非常的快啊 这个是比较稳定的了 比较稳定的 目前量的是一个俄罗斯的绝点 稳定的11000左右啊 11000左右 OK 我们尝试看换一个绝点 我们把这个停掉啊 停掉 我们换一个绝点看看啊 随便换一个啊 大比方换换换换换这个看看啊 这个不太好连不太好连了我们换一下换一下这个看看 OK这个连上了啊连上了这个是OK我们再来看一下 起来看一下 呃这个绝点慢一点呃现在是3000多 这一个速度 3000多的一个速度啊 我们快进一下 但这个稍微有一点压力啊 稍微有一点压力 在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的免费VPN当中 这两款我觉得性能也是非常的好 速度也非常的快 基本上我们正常工作上网娱乐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OK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